大家好,今天买了6斤的这样的线椒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农家腌辣椒的做法 做法简单,香辣下饭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先把辣椒放进一个大盆里 里面有虫眼的一定要提前挑出来 然后将里面放入一勺小苏打 再接上足够的清水 把辣椒泡5分钟 这样清洗得更干净,吃得也放心 然后再多冲洗几遍 清洗到水也变清澈了 再控水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放进壁柳上 把辣椒上面的水分晾干 里面再加入一把小米椒 准备一块生姜和一把大蒜 把生姜和大蒜也清洗干净 放在壁柳上晾干水分 现在准备料汁 锅里面倒入800克清水 800克生抽 50克冰糖 60克食盐 放入几颗八角 一把花椒 一把小浑香 搅拌均匀 开大火 把料汁煮开 把里面的冰糖也煮至融化 也煮出香料的香味 取开以后煮两分钟 就可以关火晾凉 辣椒晾干以后 把辣椒地去掉 然后放在案板上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案板一定要干净 无水剂 所有的器具都不要有生水的水剂 这样更容易保存 切好以后放进干净的容器里 盆里面一定不要有生水 一把大蒜 把大蒜也切成薄片 生姜也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切好放进辣椒盆里 料汁晾凉以后 把里面的干料都捞出来 这样吃的时候不影响口感 然后把料汁淋在辣椒上面 然后再搅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 准备一个干净的密封罐 把腌好的辣椒一勺一勺的盛入密封罐 腌制好的辣椒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炒鸡蛋 也可以炒肉 这样的辣椒也有很多种吃法 做出来香辣入味 好吃又下饭 倒进来的料汁 一定要没过辣椒 封口处再拎上高度白酒 这样保存的时间会更久 盖上盖子密封起来就行了 这样如果吃不完 保存一年也不坏 如果你也喜欢吃辣椒 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可以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赞转发一下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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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